澳国防部最新报告 没有理由推翻中企达尔文港租约 中新网12月29日便据澳媒报道 近日 澳大利亚国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理由建议澳联邦政府推翻中企蓝条集团 在该国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 据报道 虽然澳政府仍在审查此事 但国防部的审查建议 使澳政府更难介入和推翻租约 据此前的报道 澳大利亚北领地曾在2015年签订协议 将达尔文港租与中国公司兰桥集团 租期99年 兰桥集团接手后 达尔文港运营状况良好 据新华社援引该公司数据显示 仅2018至2019财年 该港货物吞吐量就达2630万吨 总停靠船舶2154次 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船舶总吨位达1403万吨 然而2020年以来 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背景下 澳大利亚在几乎所有恶华议题上附和美国 希望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 2021年5月2日 澳政府称 已让澳国防部重新审查 中国兰桥集团租建奥达尔文港99年的协议